警察後退 警察後退 反撥前團體30多人 聚集蔡總統家樓下 面對層層警力人強 一擁而上高喊警察後退 想要突圍當面向蔡英文陳情 連續兩波衝突後 自救會手段更激烈 我一定會死在這裡 我要我的血來記我們的中逢 一度拿出鈍器 想要自我傷害 逼蔡總統出來面對 所信旁邊的人及時阻止 這位男子是台中某幼稚園 她說曾經將陳情書 交到蔡總統手裡 沒想到幼兒園的下場 還是在下個月21號拆除 是好北上要小英踹共 如果今天這個問題 那麼容易在這棟大樓前面 透過自殘的方法去解決的話 台灣的這個問題 早就已經結束了 為了如願見到蔡總統 眾多反破千團體 打算以難民營方式長期抗戰 因為自我傷害的效果恐怕不大 30號上午 高雄國菜市場自救會會長 在絕食65小時後 健康情況惡化 在廁所癱瘓 緊急送醫 而總統府方面 對此也沒多做回應 這件事情絕對不會讓他 在這個地方終止 我們跟他抗爭到底 我們走 他如果不來解決 我們就讓他這個政權結束 反破千大串聯 事也沒有好好溝通 就讓小英政權瓦解 直至今 輔廣派公共事務室接見 讓自救會不滿 希望拉高成績 至少由總統府覆避 謠仁多出面對談 要求具體回應 否則將發動更大規模抗爭 記者薛學華 張良好 SNG小組 台北報導 記者在台灣